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雷智囊自稱的皮克分割 其實皮克最除了人物抄稿設定並不是劇中大姐姐的樣子 而是一名留著中分的成熟大叔 所以這倒是原本漫畫 瑪麗亞自強奪威戰的車禮巨人長相 跟瑪雷篇的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猜想應該是創歌 著手準備要繪製瑪雷篇時 才有了想要更換皮克人物設定的打算 不過也好在創歌最終又改變了皮克的樣貌和性別 不然也不可能會有這麼高的人氣 畢竟皮克真的非常討觀眾的喜歡 由於皮克最初登場時是以車禮巨人的模樣出現在大家的眼前 這導致他在買了一篇以人類的模樣登場時 讓觀眾感受到了巨大的反差感 怎麼樣也想不到在這長相奇特的車禮巨人底下 居然是一位漂亮樣的大姐姐 一般來說 創歌比下的女孩子 大多都是模樣英姿煞爽 性格又較為陽剛的類型 因此皮克的個性在巨人的女角色中 可說是較為獨居一格的 平常的他看起來成熟知性又溫柔體貼 對待夥伴和後輩相當照顧 與任何人相處起來都不會有隔閡 還習慣用可愛的稱號稱呼別人的名字 這讓他本身自帶一種強大的親和力 因此他在軍中備受所有人的愛戴 就連身為馬雷人的士兵 也受到他的魅力折服相與他親近 同時的皮克還是一位非常孝順的女兒 他未來參軍當馬雷戰士一切都是為了他的父親 皮克的父親因為長期患病的關係 同時的皮克為了能讓父親擁有更好的醫療資源幫助 為此他才會選擇當上馬雷戰士後補生這條路 而他也憑著聰明的頭腦和過人的智慧 成為了馬加特清點六位馬雷戰士中的其中一個 並獲得了車利巨人的繼承權 車利巨人這種非常具戰略性價值的巨人 配上皮克聰明的腦袋特點 可謂是非常契合的組合 不過最一開始皮克並沒有像萊納一樣去參與始祖奪輝計劃 而是與吉克一同被留在馬雷國內威懾其他國家 因此到了三年後才與吉克到帕拉提島上去支援萊納等人 並在馬利亞持槍奪輝戰中以車利巨人的模樣正式登場 雖然此時本人的正面目大家還無從得知 但車利巨人奇特的長相卻深深烙印在了觀眾的腦海裡 皮克在這場戰鬥中主要是以輔助的身份參戰 他依靠著強大的機動性幫助萊納等人偵查提琴外 還順道幫助吉克運送巨石讓他能有東西投擲調查兵團 但最精彩的還是要當屬皮克救援夥伴的表現 在正常戰鬥被調查兵團翻轉了過來後 皮克不只從兵長手上救出了吉克 還順道救了被韓其挟持的萊納 明明馬雷失去兩大巨人的下場 完美體現出自身驚人的臨場反應和危機意識 如果要選擇一個敗方MVP的話 皮克絕對是當之無愧 在四年過後的馬雷與中東之戰中 皮克再次以車利巨人的模樣登場 這次身材裝上的機槍塔有了專能操作 在他勢不可擋的掃車下 中東軍隊完全抵擋補助 也讓大家看到了車利巨人廣大的泛用性 最終這場戰爭在吉克完全摧毀了中東艦隊的情況下 贏得了勝利 在這場戰爭結束過後 馬雷戰士等人終於可以好好休息 皮克也在這時以真面目的樣貌似人 是以為留著長頭髮 雖眼輕鬆的美麗大姐姐 由於長時間維持巨人之力沒有變回人類的關係 導致皮克不習慣用兩腳走路 反而喜歡用四腳爬行 從而也衍生了讓大眾男性欲罷不能的名場面 除此之外皮克也經常以貓的姿態坐在沙發上 我怎麼說有貓來形容皮克的樣子 還真的非常符合擁有慵懶氣質的皮克 既優雅又嫵媚同時還不拘小捷非常有屬於自己的個性 雖說平常皮克看起來有些懶散 但他真正認真起來的時候 可是比誰都還要積極的 在宣戰大會上他與普爾科被伊雷娜支開後 他在第一時間就發現了伊雷娜的不對勁 剛好他在路上遇到自己的貼身夥伴 戰車小隊 於是他便假裝與其中一位夥伴親近 死者偷偷告訴他們自己可能會遇到麻煩 所以讓他們跟蹤自己 我不期然他們真的掉進了伊雷娜所設的獻金裡 但好在皮克有事先察覺到這個情況 才讓戰車小隊能夠及時來拯救自己和普爾科 與此同時雷貝旅遊騎士戰也在艾連的突襲下正式打響 所以皮克更從空中看到了調查病團的到來 因此他明白了怕島上的人已經打過來了 所以他用最短的時間內做出了決策 讓戰車小隊替自己的車禮巨人裝備上機箱塔 以至於他在趕到戰場後能立即以居高臨下的姿態 利用掃射的優勢壓制配備立體集中裝置的調查病團等人 導致他們為了閃避子彈而迫不得已只能躲在建築物裡 加上有極克遠程攻擊和普爾科靈敏攻擊的加持下 使得調查病團直接被困在了收容所的區域裡 無法逃脫 不只如此 馬雷大量援軍的到來 更讓整個收容區形成了一個密不透風的包圍網 此時下對抗調查病團 便有如瓮中作別般容易 一時之間調查病團處於極度劣勢的狀態 由此可以看出匹克不只擁有優秀的決策能力外 甚至在不知戰略位置方面也有不一般的天賦 但只可惜匹克沒有算到對方也同樣擁有一位 智囊阿爾米 而且此人還熟悉運用超大軍的能力 直接見面掉了馬雷大部分從外海來的援軍 匹克更沒想到極方隊友全都是潛在危機 最強的極克是內鬼 最坦的萊納心裡崩潰無法戰鬥 輸出最高的普爾科過於莽撞 爆發最高的戰錘已經完全沒有藍了 也遇到後來的局面幾乎只剩下匹克一人在面對所有敵人 而且還全都是神經百戰的主角團 最終匹克還是無法擋住主角團強烈的攻勢敗爭下來 墮得了冰死的下場 但好在約翰前來補刀的時候 因為法科和自身巨人爭氣的影響才沒有被殺死 所以他被馬加特救到了安全處 匹克憑藉得驚人的記憶力 想起的葉娜是極克信徒的事情 並順著這條線索推特出了極克背叛馬雷的事實 從而釐清引發這場戰爭罪魁獲首的真相 只能說馬雷能那麼快救出戰犯 皮克可謂功不可沒 沒被理由騎棄戰結束過後 馬加特邀請戰士隊所有成員商討反擊對撤 由於馬雷因為此次戰鬥損失殘重的關係 因此無多餘兵力能夠對抗帕拉底島 所以馬加特認為應該等到世界聯合軍集結後再一同反擊 但萊娜卻不這樣認為他甚至主張立即齊齊趴拉底島 直接打到他們措手不及從而阻止地名 最終在眾人的認可下 馬加特決定執行萊娜的計劃 而皮克和加利亞德則作為先鋒隊 準備事先混入島內 由於此時的島內各個派系徵造到葉卡派肅清的關係 所以皮克等人很輕易地就混入島內 並在某個時機滲透到了軍團內部 水友趁著艾連在監獄審問賈屁時 他迅速自殺守衛與艾連成功見了面 並與他開始進行談判 這段文戲更能認為是皮克展現智慧最巔峰的場景 同時也是就在他人生經歷的一個重要段落 一開始的皮克拿著槍威脅艾連打算要他乖乖束手就擒 否則便會讓他的腦袋開花 但艾連深知馬列可望得到失誤巨人的計劃 他途丁皮克絕對不敢下手 一旦下手就等於是破壞軍紀 那樣他的家人便會遭到馬列的迫害 所以他根本不怕皮克對他的威脅 眼看來硬的無法拿下艾連 皮克便改用另一條計策 他先假意投降於艾連 他說到自己與艾連其實是同一個立場的人物 他表示自己早就對馬列壓迫艾爾迪亞人的行為感到厭惡 所以他希望艾連能使用私主之力解放艾爾迪亞人 為了能讓艾連更加信服他的話語 皮克甚至還講出了自己從軍就是為了父親的理由 除了能讓父親有好的醫療資源幫助外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為了能在最後 讓附近看到艾爾迪亞人有個光明的未來 所以為了做到這點 皮克渴望能夠消滅馬雷 一旁假帝看到皮克此番言論 頓時認為他已經被派了馬雷 令人感到憤恨不已 但皮克卻一陣言辭的告訴了假帝 就算他們為馬雷做牛做馬 到最後還是會落得被丟棄的下場 要想光復艾爾迪亞民族還是必須得依靠自己的雙手 皮克其實司令曾經說過 要想讓謊言看起來真實 就必須加入一些事實在裡面 皮克可會是真的將這句話給完美演繹了出來 他以自己的人生經歷作為切入點 闡述了馬雷的種種惡行和所作所為 更透過精湛的演技 表示自己明白艾爾迪他們的理念 這套行衣流水操作甚至連假屁也被蒙騙了過去 而艾爾迪確實也被皮克的一番說詞給動搖了 所以有皮克為了證明自己是站在艾爾這一方的 他還帶了艾爾迪到頂樓 打算去指出潛傷的夥伴位置 卻沒想到這些全部都是皮克的計謀 艾爾迪顯示就遭到了 普爾克的結殺 雖說普爾克沒有成功吃掉艾連 但也直接讓他變身成了巨人 從而鋪入位置 空中的馬雷軍隊能夠第一時間就知道艾連在哪裡 這時假臂才恍然大悟發現原來皮克剛才都是在演戲 而皮克也在這時第一次展現出了自身真正的想法 他確實希望有一天艾爾迪亞人能夠被解放 所以他不會去選擇相信馬雷 而是更相信始終一同並肩作戰的夥伴 這簡單的幾句話就完全體現出了皮克的人生價值 他的理想相比其他角色簡潔明白了許多 他有著鮮明的個人立場和堅定的信念 他不像其他角色一樣胸懷大志 民族大義或是拯救世界的理想 他全都毫不在乎 他唯一重視的只有戰友和親人 因此暗語現狀或許對皮克來說是更好的選擇 所以他才會繼續幫助馬雷阻止艾連等人發動地名 即使他本身不信任馬雷 但他還是會去做 畢竟在這種亂世之中很多人都是身不由己的 不是每人都能像艾連這樣逆著洪流而上 所以對皮克來說選擇暗語現狀反而是最明智的想法 如果要簡單點形容皮克這個人的話 我會覺得他是一個聰明的普通人吧 隨著艾連巨人化後 帕拉提島騎士戰正式打響了 萊娜與波爾克兩人聯手開始對艾連發起了進攻 但由於此時艾連已經獲得戰錘之力的關係 因此即便是兩人一同合作對抗艾連 卻依舊還是落入下風 甚至被艾連製造出的硬直化監視給定在了空中 好在皮克和馬賈特及時前來支援他們兩人 一發反巨人砲直接打得艾連完全站不穩 馬雷的智囊配上最高指揮官可謂是最強的組合 基本每一發炮彈都精準打中了艾連的腦袋 導致他的行動變得遲緩 根本無法反擊 隨著後來極克前來幫助艾連一度完全佔據了上風 但皮克和馬賈特以一套精湛的演技 將極克耍得團團轉 皮克先以撤離巨人的屍體 扎持在了極克的眼前 所以趁著他放鬆警惕的時候 馬賈特一發反巨人砲直接打中了極克的本體 雖然沒能徹底的殺死他 但也成功重創了他 整場戰鬥就擠拼著皮克優越的智商 以及馬賈特精巧的操作能力就讓葉卡兄弟吃盡了苦頭 而且皮克還用了同樣的戲碼分別戲耍了葉卡兩兄弟 果然關鍵時刻馬雷還是必須得依靠皮克的本事 不得不說有皮克當隊友真的感覺能夠放心不少 但只可惜艾連是遭到命運捆綁的特別人物 甚至還知曉著一部分既定的未來 即便皮克等人再怎麼神通廣大 還是無法改變命運的 最終地名還是如艾連所願 成功發動 牆外的人民終究還是得迎來這末日的一天 皮克和馬賈特兩人雖然身知自己 無法阻止這浩大的攻勢 但為了拯救世界他們還是決定要拚一拚 不過幸運的是島內的韓基等人 也不認同艾連這種無差別的屠殺行為 因此他們也決定要阻止艾連的行徑 而在這件事情上 皮克與韓基等人有著共同的利益和目標 因此雙方達成一致 將反對艾連屠殺行為的諸小團等人 全部集結起來組成了救世小隊 並直接往艾連定名的行徑方向出發 在這路上遇到的重重困境和關卡 幾乎都是由其他角色在解決和發揮 皮克基本上就沒有什麼比較醒目的戲份 都是在一旁觀戰 除了他被失控的法爾科壓在地上的模樣 因為看起來實在太色了 所以深入人心 一直到了天羽地之戰中 皮克才又再一次展現出了精彩的戲份 在重能被古代巨人包圍的情況下 皮克第一次使用出了隱藏的壓箱絕技 由於車技巨人無限耐力的特性 皮克能夠不斷地重複變成來抓盾時機 趁勢偷襲古代巨人將他們一擊斃命 只要本體沒受傷的話 皮克就能不間斷地使用這招 皮克依靠著這槍技能硬生生地將輔助完成了刺客 生長殺神佛党殺風 這一刻沒有人敢說車技巨人是沒有輸出能力的垃圾 所以皮克打得非常勇猛 但這招畢竟還是有些風險 所以最終他還是叨到了其中一隻古代巨人的攻擊 索性約翰即時前來將他給救走才保了他一條性命 看著約翰抱著皮克的樣子不得不說還真的有CP的感覺 從以前我就覺得這兩人的戲份不一般 約翰曾經兩度差點殺死皮克卻又沒殺死 到最終戰還讓約翰親手來救他 甚至兩人成一度親密的抱在一起 而約翰又喜歡留有一頭黑色長髮的美人 皮克也喜歡留有鬍子的粗晃男生 就像極客那樣子 一個人類的樣子是馬臉 一個巨人的樣子是馬臉 種種巧合都讓我覺得這兩人有機會湊在一起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跟我一樣有這種想法 最終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下 底名成功被阻止 幸福的人類們總算逃過一劫 皮克終於得以 跟星星練練的父親成功見面 婦女抱在一起的模樣令人感到熱淚盈眶 但可惜的是 事情還沒完全結束 艾琳並未完全死亡 甚至還變成了超大型巨人回歸 巨大的怪誕童也同一時間 現行在了大家的眼前 他所釋放的大量毒氣 能夠讓沒有巨人之力以及 阿卡曼之力的艾爾迪亞人 直接變成了純潔巨人 皮克眼看父親即將變成純潔巨人 不禁感嘆到 這也太過殘忍了吧 想當時這句話讓許多讀者 對皮克的好感度下降不少 畢竟怎麼說皮克也是殘害 柯尼故鄉村民的罪魁禍首之一 如今講出這句話 不免感到有些諷刺 也是深刻反映出了這些人 作為誠心施暴者 沒有親身體驗過受害者下降 他們是不會理解這些痛苦的 這樣乍天之下 皮克可能是一個非常自私的人物 但在巨人裡頭的角色 誰又何嘗不是自私的呢 每個人都是為了自己的理念而奮鬥 所以你們能說皮克他的所作所謂 真的是完全是錯的嗎 這問題我個人認為無從解答 純粹就只是立場不同的關係 畢竟不管選擇替哪方說話 都一定會出現博論 回到劇情裡 大家為了阻止怪誕蟲逃跑 就是小隊拼盡了最後的權力 牽制怪誕蟲 隨後在米卡莎將愛蓮直接斬首後 怪誕蟲徹底死亡 捐人之力也隨著陣陣煙霧消失在這世上 此刻才真正迎來了最美好的到來 皮克雖說與愛蓮非親非故 但他心裡也由衷感謝愛蓮的犧牲與幫助 甚至也想跟他說上一句話 當一切塵埃落定後 皮克和豬甲山等人平安生活過了三年 皮克和其他人一樣 作為拯救世界的功臣 他也成為了負責河邊交涉的聯合國大使之一 而且還比以前更加有氣質和富有韻味 甚至還會對約翰想要把妹的行徑感到有些吃醋 那麼以上就是皮克妹妹所有經歷 希望她在玩這篇能夠有更多戲份 能夠展示在大家眼前 今天就講到這裡了 錄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個訂閱 並且追蹤我IG以及FB 我是CDRN 我們下次再見